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4月15号 胡锡进和方方干起来了 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前几天也录了一些关于方方的想法想说的东西 但是总觉得说的不好 没把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所以说我也没有上传 但是看到胡锡进和方方这次两个人的私钥 感觉还是得说一说 首先我对方方我本身是持一个什么态度 我觉得态度和老胡蛮接近的 我觉得你这个社会应该包容方方这种声音 是啊,他不要脸 对,他双标 对,他就是西方政客的走狗 被现在拿着被他们当成刀来捅我们中国人 对不对 你说的这些东西都对 我也恶心他 我也真的讨厌他 我也觉得那张嘴脸非常的丑恶 但是呢,他犯法了吗 他没犯法,对不对 那你别过扯别墅的事 我们就说他这个日记的事 他日记的事是没犯法 是他用了很多春秋笔法 他用了一些造谣的手段 但是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呢 他没犯法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包容他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社会需要不一样的声音 你也不能说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声音 都是一个声音的社会是非常可怕的 那你没发现吗 我们从小到大,对不对 你上学的时候也好 上班的时候也好 你身边的人总是有一个或者两个三个 不会很多 他喜欢给你唱反调 是不是 他就是喜欢唱反调 他就是有这种人啊 这种人在这种 在这种这个叫什么 文学啊 搞文学的那里面 他更多 对不对 人家说白了 人家是有文学理论做这个依据的 就是你老看喜剧 那个东西没什么营养的 悲剧才能让你产生这种震撼 才会让你反思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遍又一遍验证过的一个理论 是合理的 当然哈 当然当然就是说 方方我觉得吧 你关注悲剧没问题 但是呢 你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这么搞 确实是有吃这种人血 馒头的嫌疑 确实是双标到没眼看 所以说呢 我很鄙视他 我知道他无论有各种理由 但我依然很鄙视他 但是呢 我觉得没办法 这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总会存在这种人 我们不可能说把这种人都不让他说话了 是不是 那方方这种人 他本身他应该存在的一个层次 应该是这一个社会 一个属于一个小众的一个角落 一个层次 给他融出来这么一个角落 让他在里面可以说一些 他想说的东西 但是呢 这种声音呢 不应该成为主流 而现在方方面临着问题呢 是他的声音 从他们 既要这次疫情 既要这些西方 政客的这种 不可见人的一些目的 在这些东西的引导下呢 他变成了中国 中国也不叫成为主流吧 他至少这个声音 拿到主流的层面上去探讨了 所以说才会搞得 我们大家看得那么难受 那你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也很简单 你不能骂他了 你实在不要不住去骂他几句 我也可以理解 但你不要再去骂他了 不要再去人人人 这种网络暴力他了 让他量 就是最好的 对吧 让他回到 他本该属于他的那个角落里面 让他在那里大放厥词 是不是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你现在天天骂 天天骂 哎呀 我觉得吧 就是你把他搞得 你说你把他搞得 骂得越狠 他自己越嗨 对不对 这些西方的这些政客 越开心 是不是 越要加紧给他出版他的这个日记 你看现在他的日记在预售的 没什么销量的 你把这个热度搞起来了 他的销量上起来了 对我们大陆的网友来说 得不偿实 另外从那个诺贝尔文学奖来说 你信不信 你现在全国人民都不理他了 他绝对获得不了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你现在全国人民一直骂他 一直骂他 卧槽 到时候这个诺贝尔文学奖 百分之百是他的 这个顺便说一句诺贝尔文学奖 操你妈了个逼的 什么 跟狗一样 你知道吧 分不清楚什么是肉 什么东西是死 这么傻逼 我就是回来 回来 聊回来 这个胡锡进和这个方方 胡锡进呢 胡锡进我觉得说的很客观 对不对 方方你这个东西呢 存在是有存在的价值 但是呢 你现在是被这个西方的这些人给利用了 给利用了 所以说呢 希望就是说 能认真思考一下这个事 然后方方就急了 方方就急了 你以为你是谁 你也配 你也配和我说话 我操 我觉得这个事呢 就特别有意思啊 我们这里先说一下胡锡进 胡锡进呢 其实在这次疫情中 我觉得他表现的东西还是蛮 蛮好的 蛮在理的 你看人家胡锡进昨天发表的那个评论说 中美关系 是不是 你哥以前 那胡锡进都得说 我们要用更理性的声音去包容啊 中美 中美关系才是什么 但是人家胡锡进没有 人家昨天说的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敌对状态 有没有这次疫情不影响啊 这次疫情只是在加速 所以说呢 你向往八十年代啊 中美那种友好啊 是 那是一个美好的想法 但是 它已经不是现实了 你承认也好 你不承认也好 你以为我们 就是说放下啊 放下一些东西能让中美关系重归于好 那是不可能的 你能放下什么 你能 你能把台湾让出去吗 你能不研发这种高新技术吗 你能把你的这些车 你的电脑 你的手机全部都不用了吗 回到八十年代的那个生活 我跟你说 你回到那个年代 人家美国也不答应 因为你这个民族 具有巨大的凝聚力 你知道吧 具有巨大的爆发力 它会继续的分割你这个国家 把西藏独立出去 对不对 把香港扶植成一个 可以和北京叫板的政府 把你这个中国从长江南北化江而世 为什么 为什么你看看历史 你看看 不用看历史 你看看美国对其他那些国家是怎么做的 对不对 你不要觉得这是危言耸天 你看看南斯拉夫 是不是 美国最开始也不 最开始抗日战争那会 结束以后 国内内战以后 他不就是想着 让你这个中国化江而世吗 只是 只是谁没答应 蒋介石没答应 毛泽东也没答应 所以说呢 所以说你想回到那个年代 你的想法是好的 但是呢 他已经不现实了 这是胡锡进昨天的这个观点 你看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当然咱也之前也提过这个观点 咱得吹一波自己 咱最开始也就提了 就是你以为习近平现在会舔特朗普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你解决不了的 人家敌对的状态 它是由两个国家 两个国家意志 导致的敌对状态 你中国你要想崛起 你要想让老百姓的生活 再上一个党次的话 你必须要和他敌对 这是 这是事物的本质 你像石光灵那群撒逼 他根本都看不懂 你知道吧 他看不懂 他还天天 这是胡锡进 我们聊完胡锡进 我觉得胡锡进最近还是很多观点 还是在理的 对不对 你看那个竹老板 竹老板一直说胡锡进 雕牌 雕飞盘 是不是 但是呢 那天竹老板也发表了一个 说 为什么胡锡进 这次发表的这个观点 和我那么接近呢 难道我也像 这个雕飞盘的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吧 这观点 真正的正确的观点 其实 我们不用看 不用看这个人 他之前做了什么 他观点对了 我们就该认同就认同 他观点不对 我们该骂就骂 你看石光灵有时候表现好的时候 我也不是骂他 石光灵加油 你最近表现不错 我也会这么说 所以说呢 我们聊远了 胡锡进和方方 胡锡进和方方呢 这个事 就特别有意思了 特别有意思 首先呢 胡锡进在 在这个主流的 在这个争论圈里面 胡锡进是认为是 骑江派 霍悉尼的 叼飞盘的 是不是 叼得非常非常好 他网友就 就开始嘲笑到了 没想到吧 胡锡进 你这次 你这次叼飞盘 没叼住 是不是 还被他们 还被他们方方说 要把你的名字 刻在武汉的耻辱柱上 我觉得胡锡进也很伤 但是呢 胡锡进 胡老 胡哥 你不要伤心 这次对你来说是个好事 你知道吧 因为呢 你本身呢 你的形象 并没有那么好 是不是 这次呢 方方踹了你一脚 你本身 人家说的也很对吧 你本身是 骑在那个墙上 然后方方踹你一脚 你彻底回归到这个人民大众里面来了 就是说对你的声誉啊 起到了一个加成的作用 另外呢 我们也说一下啊 方方为什么说 对胡锡进啊 讲得这么刻薄 因为你说 都混文化圈的人啊 讲话一般来说 就是说骂人不妥章 这不像咱这种啊 咱这种就是 想骂就骂啊 这种春夫一样 没有什么文化素养的 但我觉得方方 是不是 还至于是一个文化人 你说这种文化人 他为什么 对胡锡进啊 骂得那么刻薄啊 其实呢 我看网友 知乎网友说的非常非常好 就呢 解答了我这个内心的疑惑 就方方这个人呢 他这次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是背负着啊 后面有很多 这种和商派也好 自由派也好 这群大佬们 他是成为这种利益集团的一个发声筒啊 在后面是这种西方政客 政治力量 后面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背景吧 算是 然后呢 他只是作为一个发声筒 来 来批判中国啊 批判中国政府也好 理论上来说呢 反驳方方的 应该是像这种 人民日报 央视网 这种 来反驳方方 这是够格的 对不对 就好像前段时间 你看包某某 那个高管 对不对 人民日报都发生了 方方这么重大的一个事 人民日报人家不理你 你知道吧 人家派出来了外围的一个刁飞盘的 来和你搞 你想想 方方内心是受到了什么样的暴击啊 老子都要拿诺贝尔文学奖了 我黑你 中国政府都已经黑到这个程度了 你 你 你 人民日报 你不说句话吗 对不对 你拍一个呼吸器 来哼我叫板 你看不起谁呢 是不是 这是方方的内心活动啊 所以说呢 对待胡锡进呢 他就很自然的啊 有感而发的来了一句 你以为你是谁啊 其实呢 我反而觉得 我觉得我们政府啊 真的聪明啊 聪明到真的 牛逼 牛逼 这是不是我刚才说的 像这种声音 你就应该让他回归到属于他的那个角落就好了 让他凉下去 实在忍不住了 你就拍一个啊 外围的去和他骂 你不能够 你觉得你自己还理性一点的话 你觉得自己还算中立的话 你就别去骂他 你越骂他 他越嗨 你看方方方方天天提 你呼吁一下 停止对我的网络暴力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啊 我这么跟你说 我们真不对他网络暴力了 方方内心像那种热了狗了一样 你知道吗 各种 骂我呀 骂我呀 他就是有这种人 你知道吗 你再想一想 你们身边啊 从小到大那种喜欢抬杠啊 喜欢唱反调的人 是不是 你要不理他呢 他是最难受的 你只要和他反驳 他越反驳 他越开心 越反驳 越开心 他就是这个回事 对不对 但是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我们得说明 就是你说对这种人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是不是 他没有违法 没有违法呢 我们也没办法 你说去抓他 去怎么怎么 对不对 而且你说这个时候 全世界人民都看着方方 他 我觉得你现在政府去动他 当然也 其实应该去搞他 对不对 你说你那个 别墅这个事呢 应该去骂他的吧 应该去 或者说去查他 对不对 但是呢 他现在 被靠着 被靠着这种舆论 所以说呢 我们就是 很无奈 真的很无奈 目前来说呢 最好的解决方法 要么就是我们老百姓不去理他 不去看他 这个国家呢 千万别亲自下场和他搞 胡锡进这种 就是我觉得就是最最最极限的了 就是去搞他就行了 骂他 当然他方方真的在和胡锡进 在有来有往的话 我希望胡锡进先生 你也别理他了 他才是条疯狗好吧 你是一个雕飞盆的 对我们来说 对我来说 我很尊敬胡锡进 但是对网友来说呢 大部分都觉得胡锡进 是一个雕飞盆的 一个家养的狗 对吧 你家养的狗 你能吵得过疯狗吗 你吵不过的好吧 所以说这个事呢 目前来说 也是无解的 但是长远看有没有解 是有解的 就是需要我们中国的这群老百姓 都理智起来 理智起来以后 幻想着有一天 我们这个墙开放了 能把这种更理智的声音 传达到世界 当然这前提需要我们自信 我们国家 我们国家说真的 你面临 别光说美国 美国比你强 强没影了 欧洲各方面比你强没影了 我们拿什么自信 我们没有自信 我们没有自信的话 我们怎么在舆论上占上风呢 这就是个 真的就是个使节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归根结底 刚才卡了一下 卡了一下 就是说 我们归根结底 还是要发展经济 对不对 你把经济发展好了 你把人民水平弄得很牛逼 我们各方面都是领先世界一个层面的话 一个卫面的话 那你说 卧槽 我们需要吹捧这些东西吗 西方自然会有人替我们去吹捧 但是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做不到 做不到的话呢 只能说 我心尝胆 这个方方呢 就是给我们的苦打 让我们能认识到这个问题 能认识到这个问题呢 我们才能更好的去面对这个问题 这里顺便再说一句 顺便再聊一句 那个中国的网友和泰国的网友干起来了 昨天还被时光脸一顿嘲笑 你们中国的网友 就你们那个数字 你们没经历过什么打仗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们要言论自由以后 你们是这样什么 首先咱不反驳他了 我觉得时光脸说的也对 国内的网友 在政治这方面 这个战斗力真的是太差了 你知道吧 在其他方面是真的牛逼 比如说 可比牛逼还是 乔台牛逼 是不是 你吃狗 还是反对吃狗 这些破事都能够不断的去撕逼 这种战斗力都是爆表的 但是在政治方面 因为国内确实没有这个环境 所以说战斗力确实是很差的 确实很差 但我们另外换个角度来说 战斗力差不代表你没有解决方法 人家说你是 人家说台湾 泰国网友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你有什么好和他争的 首先人家是泰国人 对不对 人家确实是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 有理由这么说 这些东西你和他争 你说你能赢吗 你百分之百 争不赢的一个事 包括那个斯里兰卡的那个推特 那个我没去细看 没去细看 我听说了 被封禁了 我觉得这个事 这事吧 斯里兰卡那个确实是没什么好的办法 因为你现在用了人家公司的软件 你怎么听人家 但是中国的网友 确实是 你和人家争台湾干啥 人家说就说白了他 你不能攻击他其他地方吗 你泰国这个地方有男人吗 对不对 是不是 男人都被当做人妖去养 你说你这种国家 对不对 和中国比 比他妈了 他拿什么指银去比 我们和美国去比 你现在这么态度 你现在这个水平已经漏到 和泰国网友去争了吗 一个连男人都没有的国家 对不对 泰国的女人 都快被这么 这个说出来不好 但是呢 都快被欧美人当成什么了 是不是 人家那老头 那些穷光蛋 我操 有事没事 就去泰国旅游 租个妻子 是不是 他内心里面 他把你当成什么呀 你泰国多少女人 没有老公 给欧美人养的这种野种 是不是 泰国的人妖 能活多大呀 泰国的 泰国的这些起义 被他们 我皇室成员 抢了多少东西 你看皇室成员 把你们国家还抛弃了 你们见了他 还得下跪 你们这群男人 女人们 泰国的 见了 这个皇室 还得 还得下跪 然后呢 人家疫情爆发 带着二十多个妃子 去他们 吃喝玩乐去了 你们呢 等他回来 你们还得下跪 是不是 我们看之前 那个徐征当时拍太拥 给泰国造成了 很大的 这个正面的影响 谁说呢 泰王 特许他 徐征不需要下跪 你说你们就和泰国活得 和奴隶社会一样的一个国家 你们好意思说台湾 你们好意思说台湾 提你妈 提是不是 提 我们应该都不想理你 你知道吗 你们不够格 现在说真的 论骂 欧洲 当一个整体 和我们中国 能评解评证 美国 比我们牛逼一想 我们是评解评证 日本都不太够格的 好不好 你们这群网友 还去和泰国的网友骂 有意思吗 看见 笑笑 最多在底下留一个 笑脸就好了 留个狗头 嘲讽的笑脸 我觉得就OK了 你和他骂 人不能和傻逼 轮到一个城市里面 因为你只要和傻逼 干上了 这傻逼会 把你拉到他的那个层面 然后用他丰富的经验 击败你 所以说 我已经堕落了 我已经堕落到 时光里的这个层面了 但是呢 希望你们不要堕落 好不好 我是个村夫 我已经不要数字了 希望你们理性一点 要一点数字 不要像我和石光里这种 变得这么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了 哈哈